今日在新疆阿尔泰山的富运县哈拉萨姆森林区工作人员在回收的红外高清相机中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活动影像 画面中雪豹下山寻找水源随后返回深山 据了解这是当地首次利用高清彩色设备成功拍摄到雪豹的影像 也为阿尔泰山地区的生态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